跟着我的镜头 大家看一下 这一届的广交会 人少得可怜 怎么办呢你说 广交会没有人了 老外不来了 广州房产公司发不起工资了 十一个月没发工资了 广州上下九一片萧条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曙光时分 广交会的冷清景象 无疑为中国经济敲响了锦钟 曾经热闹非凡 人潮涌动的展会 如今显得空空荡荡 客流量显著减少 尤其是外国买家比例大幅下降 这不仅仅是展会人气的衰退 更是中国经济面临 深层次危机的一个缩影 广交会 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清余表 如今的萧条与冷清 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正在加速 滑向衰退的边缘 以往 广交会是中国制造业 与全球市场连接的桥梁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采购商 前来洽谈合作 签署订单 每届广交会期间 国内外企业主络绎不绝 展馆内满是外上的身影 那些挥手而至的外国买家 带来了数不清的商机与订单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 然而 如今这一切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广交会的人气不在 昔日穿作于展馆中的外国商人 辽若陈兴 展馆内甚至显得冷冷清清 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展会现场的气氛问题 它更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严峻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放缓 通货膨胀高企 再加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张 使得许多外国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长期以来 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和主要供应商的国际企业 正在寻找其他市场和替代供应链 而这直接削弱了广交会的吸引力 今年的广交会第三天 外国买家的锐减令人震惊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外国资本与订单的大规模外流 意味着中国企业正在失去国际市场的青睐与竞争力 更让人担忧的是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广交会 放眼全国 中国经济各个领域都显现出类似的困境 失业率不断上升 企业经营日益艰难 许多国企与民企的财务状况都在恶化 与此同时 工资水平一降再降 生活成本却不断攀升 老百姓的购买力持续下降 许多人陷入了收入减少 物价飞涨的困境中 近年来 蔬菜 肉类等基本生活物资价格飞涨 让不少家庭感到生活负担加重 经济的不景气 让许多普通百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无助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 广交会的冷清 无疑是中国经济加速崩溃的真实写照 广交会自1957年成立以来 历经风雨 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活力的象征 然而 如今的广交会 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光彩 外国买家的缺席 皆使了外资撤离 订单减少的趋势 这些信号表明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之中 近年来 外部需求的萎缩与内需的疲软共同作用 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大大削弱 外贸依赖性的经济模式 如今面对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 以难以继续支撑国家的繁荣 内需市场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居民消费信心低迷 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再加上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与工资缩水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积累 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 不仅仅体现在贸易和消费领域 整体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已逐渐显现 房地产泡沫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 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层出不穷 广交会的冷清只是一个缩影 背后潜藏的危机 却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的震荡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 中国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如果不能尽快调整经济结构 推动深层次改革 未来的经济前景将更加黯淡 总之 广交会的萧条 不仅揭示了展会本身的困境 更深刻反映了 中国经济正在走向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 外国买家的减少 订单的流失 内外需求的疲软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中国经济正在加速崩溃 这一局势下 企业与政府都需要认真反思 并采取有效措施 否则 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更深的衰退泥潭 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广州某房地产公司 如今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 员工的工资拖欠 长达11个月 令人震惊 这一家公司 曾经是房地产行业的风云企业 如今却走到这步田地 甚至有员工因为讨薪无果 而采取割腕自残的极端方式 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一家公司 正是广州的朱某地产 曾经是房地产爆发户的代表 而如今随着市场的冷却 房子卖不出去 也没有买家愿意接盘 公司资金链断裂 立刻陷入了困境 据朱某地产的内部员工透露 2023年以来 除了4月份发过一次工资外 其他时间工资 几乎是停发状态 社保合工基金 也在年初停缴 如果员工选择离职 欠薪和福利 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目前 还有不少员工依然选择留在公司 但这并非因为公司有前景 而是因为该公司的欠薪手段 颇为高明 公司不是完全不发工资 而是每隔两三个月 发放一个月或者半个月的工资 以此掉位口 既能拖住部分员工 又让那些不愿继续耗下去的人 自行离职 减少了公司的赔偿责任 这种操作 让朱某地产避免了大量赔偿 员工的工资问题 却依然悬而未决 那些不愿离职的员工 还要继续工作 薪资却没有保障 去年 朱某地产也曾因欠薪问题 被员工投诉 但公司采取了应付策略 最终不了了之 尽管公司多次被劳动部门约谈 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 面对缺乏资金的现实 员工们陷入了困境 有人不得不透支信用卡 借网贷勉强维持生活 矛盾不断积累 直到最近 一名员工为了讨薪 采取了割腕的极端行为 将事情进一步推向高潮 尽管我并不支持这种 自残的方式来维权 但这也反映了员工的绝望与无奈 然而现实是 朱某地产确实面临严重的资金问题 根据其2023年财报显示 朱某控股总收入为20.5亿港元 同比减少27.8% 毛利也从去年的19.66亿港元 下降至14.48亿港元 年度亏损高达8.71亿港元 公司不仅拖欠员工的工资 还欠着大量拆迁补偿款 面对如此艰难的财务状况 朱某地产显然难以立即解决 所有债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应采取理性方式与公司协商 通过法律渠道或谈判 制定还款计划 而不是通过伤害自己来解决问题 毕竟生命是无价的 失去了生命 即使钱拿回来也已无意义 现在的上下酒到底有多惨 今天中午二点半去的 就一家店门口有人 我路过一个路口 看到两个老人家在聊天 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 我说 现在这里这么冷清吗 其中一个阿姨说 你们对人了 我是这附近住了几十年的老居民 然后他就跟我吐槽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出来逛街啊 大家都宅在家里网购 而且现在治安这么好 根本不用逛商场 在家里点一点手机不就行了吗 是啊 自从有了电商 实体商也真的是一路走地 但是我们依然怀念 那个繁华的上下酒 这种现象反映了 广州实体经济的明显萧条 尤其是像上下酒 这样曾经热闹的商业区 如今却变得冷清无比 人们越来越依赖网购 传统的商业街 再也无法吸引像以前那样的客流 这无疑是经济环境的一个缩影 实体店的凋零 顾客的流失 背后反映的 正是市场需求的疲软 与消费力的下降 广州经济 曾经是中国发展的代表之一 如今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随着线上购物崛起 实体商业举步维艰 加上各类行业萎缩的影响 城市的经济基础正在动摇 这种转变 不仅限于商业区的冷清 还延伸到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 广州的经济 似乎正在加速陷入困境 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 不仅实体经济无法复苏 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 都会进一步下滑